各位三知识 大佛顶首愣言经 第一卷 经文现在讲到 从第二十页开始 第二十页 这是 破相相 遮险如来障 破弦的 第二段 第二段 破导之 以无体弦 破导之以无体弦的 最后一段文 就是 而是世尊 开示 欧难 集主大众 欲令心若无声凡人 以狮子 作 莫欧难 丁 而告之言 从这个地方开始 因为 前面 欧难被佛 喝止说 你说 能推的是你的心 那不是你的心 那是前程 希望 像 你所想象的 影子 不是你的心 所谓 所谓 能推 不是真正 能推 能推的 你体会不到 现在你所谓 能推 就是所推 就是所推的 影子 所以 前面 佛对欧难说 此时前程 希望像 希望像 你想出来的 一个影子 迷惑 你的真性 那么欧难 对于这个话 他不能了解 他更是 请求 佛呀 来 开示 所以 前面 他自己 说 心爱佛 所以 甘佛出家 那么到现在 心 在哪里 也认不到 甚至 真望 也没有办法分 他心里 很难过 所以请佛 开始 那么这个时候 佛知道 欧难 心里的 难过的情形 要先安慰他 所以 为他谋顶啊 表示 安慰的意思 而 使 就是前面 欧难 请求佛 希望 再进一步的 开始 如果按照 前面说 他认为 已经没有心了 他进入 断灭的 这个想法 因为 如果 他能 能推的心 不是心的话 那他变成 无心之人 跟土木 一样了 所以 现在他 很难过 因此佛 在这个时候 要来 开始他 所以 世尊 就是 释迦牟尼佛 开是 欧难 开导 只是 欧难的 这个 错误的 想法 呃 呃 何止 他是说 你执着 这个忘记 为真 是错误的 可是 欧难 误会 因为是 他没有心了 呃 变成 断灭 当时 跟欧难 相同的 大众 还有很多 所以说 集诸 大众 集是 病集 并集 当时 任何人 任何人法会上 所有的听众们 除掉 已经 正圣国的 圣者之外 剩下的 统统 啊 还没有入门 还没有正国的 跟欧难 相同的 啊 尤其 大兴 凡夫 啊 那么 佛要 使用这一类众生 主要是 欧难 坚集 与欧难 同位的 这类大众 啊 要使令他 心入 无神法人 所以说 欲令 心入 无神法人 欲 佛的 用意 要 使令 这些众生 以欧难 为主 所有的 相同的 这个根基 使他心 能够 呃 入 于 无神 法人 入 无神 法人 这几 几个字 文句里面 解释说 入 月 修正 年 就是 现在要 叫他们 能够 去向 无上 菩提 按照 这个 修行法门 呢 如法 俱正 所以叫做 入 无神 是离 啊 诸法 本来 不生 不灭 而众生 看到 有 生 灭的 那都是 希望 不死 的 要 大家 能够 去向 清正 于 无神 之离 诸法的 离 本来 就是 不生 不灭 所以 叫做 无神 法 是 一切 法 同样 是 无神 不但是 涅槃 菩提 是 无神 就是 世出 世间 一切 法 本来 也是 无神 而众生 看到 有 生 灭的 那是众生的妄想所见的境界 真正的 他的本来的目 啊 这个自信 是本来不生 不灭的 所以叫做 无神 法 人 按照文具的解释说 人 越 皆 为 言 越 他修正的 地位 来说明 叫做 人 人 是 把这个 无神 之离 体正 于心 人 可 于心 安 人 的意思 亲 正 无神 之法 体悟 无神 之离 人 可 于心 这种的境界啊 没有办法 用引言文字 或者是想象 把它表达出来 啊 这就好像 如人饮水啊 冷暖自知 啊 只有自己听证 才会知道 说 没有办法表现 所以叫做人 这是自意 而越 结尾说 那是说明 修正的菩萨的地位 啊 按照 人王 波罗经说 有五种人 啊 那是越皆未分辨 五种人的第一叫做福人 降福的福 啊 第一的福人 第二叫做信人 第三叫做顺人 第四就是无神人 第五 极灭人 第一的福人呢 福是降福 就是说 三贤位的菩萨 实住 实行 实回乡 这个三贤位的菩萨呀 他能够把根本无名 服住 不起现行 虽然 虽然没有多 他能降福他 使他 种子不升级现行 所以叫做福人 那么福人的阶位 就是住行相的三贤位 实住 实行 实回相 三贤位 叫做福人 啊 第二的信人呢 信 相信的信 信人 指的是实地当中的开头 出地 第二立构地 第三 方向地 出二三的地 这三个节目呀 叫做信人 为什么叫做信人呢 因为 他相信 已经啊 能够破一份无名 证到一份法身 身性所体悟的法身之理 真正实实 以最初发心所想的 所学习的 现在亲自证到了 证明他所信的没有错 因此叫做信人 刚刚开始破无名 证法身 啊 所以出二三的 开始破一份无名 证一份法身呢 就叫做信人 所信者 就是他信 啊 以前出发心的时候 所祈求的目标 破无名证法身的 这个啊 目标 现在达到了 证明他所所信的 没有错 所以叫做信人 第三叫做顺人 顺 随顺 随顺的顺 这是指的第四五六地 呃 十地当中的第四第五第六这三地呀 他能随顺诸法的妙礼 啊 如法修正啊 啊 继续破无名证法身 顺主破无名证法身的礼 如法修正 所以叫做顺人 就是四五六地 这都还不叫做无神法人 要到第七地 第八地 第九地呀 才叫做正道正道无神法人 所以第四的无神人 就是十地的第七 第八 第九 这三个结尾叫做无神人 就是真正体正 真正体正究竟无神之礼 七地 才开始 八地 才深入 九地 才圆成 所以七八九地呀 叫做无神人 那么第十 这个第十地以向 第十 法人地 跟等觉菩萨 这叫做极灭人 极灭 就是涅槃的 究竟涅槃的 究竟是礼 第十地已经分正 等觉 只剩下一分还没正 佛国 究竟正 所以按照仁王经说 第十地 等觉 佛国的妙觉 叫做极灭人 成佛了 极灭人才到究竟圆满 所以 第十地到佛国 叫做极灭人 这是约阶位 说明这个人的这个次第 那么要他正入无神人 确正无神之力 那要去地以上 现在 在经文所说的入无神人 他要越广义说 出地以上 能分破无名 分正法身 就叫做入无神人 现在本经的说法 啊 要死定 欧难人之物 入于无神法人啊 那不是一定要等到第七地 现在只要他能够正入出地 行菩萨道 最最期望的 就是登地 就是求登地 登到出地以上 他的菩萨道 就能够很平稳的 到究竟佛国 所以 修行菩萨道的 所有的菩萨 他的目标 就是求登出地 登到登出地啊 他的目标就达成了 以后 可以 润润自然而来 趋向于佛的国海 所以 大乘佛法里面 根本的目标 求登出地 声闻法里面 根本的目标 求建道 就是出国 啊 声闻人正出国呀 他就欲入胜流了 从此二三四国 次第而真 不会有问题了 这是声闻 所以菩萨的出地 也叫做建道 啊 他的 呃 正出地的 这个心 呃 心地的感觉 就跟这个 声闻人 登出国的感觉 呃 相同 当然 以 声闻法来比 是不能相比的 菩萨道 胜过多多 但是 他建道的 情形的高性情况 差不多相同 所以出地 叫做欢喜地 因此 经文里面所说的 欲令心若无三法人 要使令欧难 跟同类的根性 正如于无三法人 呢 主要 要叫他们 登上出地 能够登上出地的结尾啊 就是等于 去证无三人的 这个境界啊 不成问题了 所以这里所说的 要使令他入无三人 主要 要他登入出地啊 不一定是按照 人王经所说的 到七地 才叫做无三人 那是真正正入无三 第七地 希望能去正义 无三的目标 能够达成这个目标 就是出地了 所以这里入无三人 越登出地说 佛的用意 要他们能够断翻老了生死 啊 单断见识 只是超出三界而已 现在要